欢迎来到KK音乐 演员朴信慧崔泰俊宣布结婚之后 网友们更好奇 另一个世纪情侣玄冰孙一珍什么时候结婚 最近两人在12月进行婚姻登记的圣旨文章出现 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玄冰孙一珍情侣近况 两人在一起的最后一次被目击 是在炎热的2021年7月的某一天 捕捉到了在体育用品卖场一起购物的情侣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一起穿高尔夫球服服装 购买高尔夫相关产品 主要是约会地点高尔夫球场 两人有着相同的爱好 今年1月在媒体报道热恋说 是公开的约会照片时 玄冰为了去高尔夫球场 而接孙一珍的瞬间被拍到 玄冰丝毫不犹豫的说 最喜欢的运动是高尔夫 孙一珍20多岁的时候表示 不喜欢高尔夫 但从三年前突然开始感兴趣 可能就是因为玄冰的关系吧 因为二人热恋 可以说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出现的 而且今年10月 孙一珍在拍摄广告时 戴着与该产品无关的戒指 粉丝们推测 这是与玄冰的结婚戒指 所以期待今年内结婚的声音很大 但个人日程太忙了 好像辜负了那个期待 孙一珍近况 孙一珍现在正忙于拍摄 预计明年上半年播出的JTBC电视剧39 几天前 闺蜜姐姐宋宇娜 还为孙一珍的新电视剧拍摄加油 总之 孙一珍正忙于拍摄电视剧 玄冰近况 玄冰也很忙 电影《共助2》的拍摄刚结束后 等着上映 16日还传出了新片《哈尔滨选决》的消息 哈尔滨是韩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谍战动作剧作 预计2022年开拍 所以事先会准备很多 孙一珍、玄冰都忙于作品活动 认为今年内结婚是理所当然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是婚姻登记就不同 两人5分钟就可以搞定 在韩网经常出现预告明星八卦事件事故的网站社区 出现二人12月就会登记结婚的帖子 玄冰和孙一珍同为82年生 今年39岁 40岁以前登记 明年结婚就差不多了 希望这次的圣指纹能如期执行 祝福二人的人很多 毕竟二人都是顶级韩语演员